今天来教大家整齐的后背怎么绣 我们先开始起针压线 压线呢,一定最少压两个竖布丝 或者是三个竖布丝 我的每个针脚都是在这个格子的左下角出针 咱们先绣半针 半针的方向要保持一致 走到头之后呢,到了拐角的地方 咱们先往上走针 要注意看我的每个出针都是在入针口的正上方或者是正下方 这样呢,才能得到一个整齐的竖背绣 之后咱们根据线的长短来选择回针 现在开始回针,也要注意出针要在入针口的正上方或者是正下方 回到头了,咱们就开始收尾 可以在背面来一个无痕收尾 先来穿一个竖布丝 再穿一个横布丝 再从竖布丝穿回来 这样子也是很牢固的 加点以后来